哈囉各位朋友 現在是10點43分 那今天是禮拜天 我剛通過這個 圓山花博這邊 今天呢 今天我午餐就出來跑了 是因為 我還差11燙 就可以拿到這個 低標燙搶 這樣 我本來是想 只跑今天晚餐啦 但是我突然想到 萬一今天晚餐 這個跑不完 那我會很惆悵 因為我明天 就沒空 我有事要忙 我就沒辦法出來跑 假設就差那麼一趟 然後拿不到燙牆 那我會很難過 心情會很差 所以我決定了 未免這樣的狀況出現 我呢就是 午餐也出來跑 午餐出來跑 絕對可以避免掉這個 直跑晚餐 然後這個 結果搞到最後這個 湯匙數量不足的狀況 應該是可以避免掉 因為我午餐 因為我午餐就算非常爛 我要跑個五趟六趟 對不對 其實不用講那麼多 四趟也可以 我跑到四趟 那我晚上跑個七趟 就搞定了嘛 晚上要跑七趟 應該是不難 然後這樣 再怎麼樣齁 最差最差 其他一定 我認為應該還是可以完成的 喔 廢話不多說齁 那我現在要往這個 我的好朋友齁 麥當勞 Subway 還有PizzaHard的前進 講到PizzaHard 我之前好像也是有 建議過各位朋友 就是也要跟PizzaHard建立好 這個不錯的這個 友誼的橋樑這樣 友誼關係這樣 像我昨天啊 其實我的這個單呢 就是剛開始都鳥鳥的嘛 然後還拿到一堆這個 三公里以上的遠單齁 對我來說三公里以上 都遠單了啦齁 好 那結果呢我在PizzaHard 好像是兩間分店還是三間分店 我也忘記了 兩間分店 光是PizzaHard喔 的這個 2.5公里內的單呢 昨天啊 我就拿到四單 所以 建議大家就是 缺單的時候 講法 建議大家要多跟 麥當勞 肯德基啊 Subway PizzaHard啊 建立好這個 良好的關係 當你缺單 當你缺單的時候呢 你就往這些好朋友身邊去靠齁 這樣 那麼就會得到不錯的 這個單啦齁這樣 好 這我的經驗啦齁 當然可能 可能別人有別人的經驗啦齁 每個人經驗都不一樣 沒有關係 好 我先到名權 啊對啦 忘記了 還有Sukia Sukia也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好 我先在那邊等個五分鐘 各位朋友 剛好就是順便來聊一下齁 因為我的這個腳踏車帳號齁 是比較早期申請的 那個時候UberEats才剛到台灣 剛到台灣 才剛到台灣幾個月吧 一兩個月還是三個月 我已經忘記了 那個時候UberEats在台灣還有辦事處 在光復北路上面齁 就叫松菸的斜對面 光復北跟市民大道交叉口 那一棟應該是華市大樓吧 假如華市還是台市大樓 我有點忘記了 哈哈哈哈 應該是華市 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到那邊去申請 所以是辦事人員申請 所以就比較不複雜 速度比較快齁這樣 那麼其實我最近也是有碰到一些這個 夥伴齁 有想要升級腳踏車帳號 但是他們點進APP後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那麼 我呢其實是一直沒有 我的態度是 欸這個裡面 那個APP裡面應該很好找齁 應該很好處理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回答 然後後來今天早上在一個群組 一個UberEats的群組裡面 看到有人在討論這樣 然後我想說我原來現在變得那麼複雜 於是我就 想說不然我就來試試看齁這樣 然後 試著把我之前丟掉的不行帳號 再把它取回來這樣子 那 那我的動作 就整個動作非常簡單齁這樣 應該按照順序來講齁 現在是10點54分 現在是10點54分 那剛剛其實應該是更早 我看一下客戶訊息 更新外送車輛 其實齁 按照它這個 按照系統上面是 我43分鐘前齁 現在是10點54分 43分鐘前我申請了 但是36分鐘前 它就幫我通過了 意思是 中間只差了幾分鐘 你看 大概十幾分鐘吧 我的申請就通過了 所以我認為 整個這個申請動作應該是不複雜 那我現在我就把這個 我的那個申請的這個過程齁 就是 來跟大家來交代一下齁這樣 我是先打開APP 那不用上線齁 然後點左上角這三條橫線 那進入之後呢 然後我就選幫助 最下面的幫助齁這樣 點幫助進入 點幫助進入 進入幫助的這個頁面之後呢 然後再選 帳戶和APP問題 然後接著就是 選擇 正在更新您的車輛 那正在更新您的車輛 有兩個選擇齁 上面是新增移除或更新車輛 下面是更新外送車輛 我是選擇更新外送車輛 就早上我申請不行的時候 我是選擇更新外送車輛 然後進入更新外送車輛之後呢 你只需要填兩個地方 就是預新增車輛類型這邊 填腳踏車 然後接下來 預新增車輛之品牌就點5 預新增車輛之車牌號碼寫5 然後最下面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假設你已經有腳踏車賬號或其他賬號 請在 是否需移除原Uber帳戶中的車輛 填4 千萬不要嫌4 4的話 你原來的那個就會不見 一定要填4 所以我就是 也就是試著 我就還原我剛剛的那個填法給大家看 給大家一個參考 只是那個腳踏車我是填步行 步行這樣子 所以 大家自己 就是 更新成腳踏車就好了 記住喔 第四個一定要填佛喔 不然你原本申請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車輛的那個賬號 它就把你消失了 那速度非常的快啊 才十幾分鐘我的賬號就已經通過 所以我現在就已經有一個 步行的賬號 這樣子 那步行的賬號 其實基本上 我現在應該不太可能會去使用它 除非就是我的 看看 看看發生什麼事情喔 這個我 之後再來想一想 看看要不要用它 這樣 好 好了各位朋友 現在已經 過了五分鐘 這邊沒單 所以我決定 再往那個近戰的方向前進 好 各位朋友 剛剛收了一單 又來了 又來了 麥當勞鈴聲 是好朋友的單 剛剛收了一單這個路易莎 然後 那個 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交叉口 忘記 反正在明泉西路66號斜對面的路易莎 送來這個星光後面 南西星光後面 很近 相當的近 這樣子 那麼 現在 接到了這個 麥當勞 鈴聲店 鈴聲北路 跟那個 南京東路 喬喬口那間 不錯不錯 因為1.1公里而已 趕快去 好 各位朋友 現在漢堡喔 非常的棒 我記得好像已經幾個月了吧 他們的飲料 都會瘋磨 那 確保這個 這個飲料不會外露 不會 不會因為一點震盪就流出來 不知道麥當勞什麼時候要跟進 好各位朋友 我目前在這個雙鐵站旁邊 那我 現在手中是最後一單 所謂的最後一單 是我拿這個第一標燙獎的最後一單 那我現在是要往這個重慶北路 這個一段方向走 在太原路那邊 那這單也是靜靜的 非常開心 趕快去就趕快下線 其實現在已經12點44分了 那按照我之前的經驗 大概差不多這個時間 到1點半之間已經是這個 這個 餐點就會變比較少了 唉唷 應該要這邊右轉 唉唷 大雷捏 沒錯吧 剛剛聽到雷聲 好 那我這個要快了 唉唷 廢話不多說 我剛剛錯過一條巷子 好的 各位朋友 目前在太原路的巷子裡面 我剛剛把手中最後一單送掉了 好 那我現在已經下線了 這個 周末燙獎 第一標燙獎 也已經拿到了 唉唷 廢話不多說 馬上就下線了 那現在就要去 買個中餐 然後回家 今天晚上就不跑了 因為要是多跑 無意 那麼明天休息 明天有事要休息 禮拜二繼續 我立場6.5億 我也來這個熱鬧一下 買了一張 電腦全號 反正有中 當剪到沒有中 就當丟掉 好